天撞向黄金万两 大家好 我是安州公小米 今天到这边装一个电视机 回头客回头客 又又又 开门的一瞬间又遇到老朋友了 这个杨森是一个装灯的 还有一个吴师傅 他们两个人 他们是在改这个装修公司 装那个灯具 开关插座 还有结具 然后这边给这个业主装电视 装电视了 人家说带架子 找了半天没找到 最后让我出去买架子 买架子 然后这个架子 他说 走到半路了 说这个架子 可能在那个超市 快递给他送过来 然后又回来 回来又到超市 给他去拿了这个架子 这个架子多简单呀 这么小一个架子 这是电视机带 走吧 下车给他去装 出去绕了一圈 天都快黑了 今天干完这个活早早收工 这个背景墙也不算大 这是个一层 认识的人多有好处 随便都是大把手帮忙的 业主在纠结 这个电视装多高 还有就是打孔的时候 砖会不会打破 所以动手之前 我们先得把这个情况 跟业主解释清楚 打孔 我们先用玻璃钻 电视的安装高度 刚好是我们坐在沙发 平式的角度 打消了业主的疑虑 然后我们再干这个活 厂家带这个挂架 也是非常的简单呀 两个挂钩 这个挂钩 就是带绳的了 前段时间 我拍那个 就是电视墙 他凹进去那一个 好多师傅在下边评论 如果是带拉绳的 这个电视就可以锁上了 大家还记得那个吗 这个电视是65寸 然后我们定位的高度 重心也是1米1 从地砖凉起来 1米1定为电视的中心 他这边一共贴了三块砖 三块砖一块是80 2米4 取个中心 中心点找好以后 把这个1米1的位置 给他画出来 电视的总高度是83 然后我们取重的话 41公分半 由中心点向下梁 41公分半 这个就是电视底边的尺寸 找好电视底边的尺寸 现在我们开始量挂架的高度 小伙子睡着了 睡着了 行行行行 差点掉下去 我们从电视挂架的底边 量到电视机的底边 这个尺寸刚好是26公分 现在我们挂架的高度就出来了 从电视底边向上量26公分 然后就是电视挂架底部的尺寸 然后和他这个 这个这个砖的分析 平行测量 画固定孔位 虽然挂架小 但是还是要给他打四个孔 现在我们准备打孔了 他这个杖管呢 其实是10毫米的 打孔的时候 我也吸收一下网友给我的建议 在这里非常感谢评论区的大哥 给的建议 就是打玻璃也好 打地砖也好 打围巾石也好 打岩板也好 打从天然食材也好 打那个人造石也好 等等吧 就是怕他会破 所以说我们打孔的时候 稍微大一点 10个的杖管 我们打孔的时候 就用12的玻璃砖头 开个12的孔 然后我们用冲击钻 打孔的时候 就不会磕着这个砖的边 就是不会把那个砖给震破 玻璃砖头开好12的孔 现在我们用这个冲击钻 上10毫米钻头 打里边的烘领土 让大家听一听我这个电钻的声音 是否还不那么清脆 声音有一种起伏感 那个就是我们手上控制开关的力度 有经验的师傅应该知道这个 就是那种什么感觉呢 那叫熊熊借镜 一波一波的来 明年开窗的时候换锂电 谁要换锂电 集体换锂电 因为这几天的话 week是这个小电钻都不行 只要早上的话 绝对是没法用 即使我们把电池拿到家里边 电钻也动了 插上热乎的电池 电钻也不工作 必须得放到家里面热一会儿 才可以用 用电钻淋到一定力度 然后我们再用这个小扳手 那个力度掌握在自己手里 不要淋得太狠 容易把那个砖给压爆 这个挂架别看小 设计的好像油那么点意思 只要挂上去直接就卡死 然后想要拆下来的话 最下边那两绳一拉 然后一抬 这个电视就出来了 前几天给这个业主挂画的时候 我还在上面砸钉子呢 大姐说 兄弟来 来一只 我回头一看 给我发烟的 人家抽烟抽打杠杠的 挂电视这个活 就是通过上次给他挂了师傅画 然后认识他 现在过来装电视 所以说一定要多发展自己的客户 撕活 往那边去 再往那边 好了 玩活收工 兄弟们 别打不洗 别打不洗 别打 背背给我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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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